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妮可不是记得曼 有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新加坡的疫情一直让人揪心 如今又回到了phase 2 不能团食 那么周末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今天的video想跟大家介绍 三个周末可以去的地方 首先推荐大家去莱佛市酒店 当然不是去住呢 价格有点小贵啊 但是呢在那边有很多是开放给公众的 除了有很多商店可以帮之外 有一家arts now 卖一些潮玩品牌 也有一些画作展览 比较适合女孩子们拍照 然后就推荐大家去莱佛市酒店的招台 来喷水池逛一下了 the cast iron fountain in the palm garden 听说这六米高的水池呢 本来是在英国的Glasgow 最早的 然后在担任的新加坡 一块钱 高雅的蓝色 有白色的rabbleset hotel做背景 确实是一秒回到欧洲的感觉 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 沉迷在天边吹过眼前 但脸上夜深空没在 植物园大家应该都有趣 而里面的Forest Discovery Center 也是我最近发现的跑地 植物园的凉语花香 本来就已经非常接人了 白色的建筑 更让人有一种在欧洲庄园的感觉 里面主要是讲了这个建筑的历史 以及展示了新加坡的森林生态系统 也告诉了我们保护这样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比较惊艳的是里面一些比较interactive的装置 通透的采光当然也是非常适合女孩子们拍照的 其实在植物园里面走累了 闻在里面吹吹空调歇一下 也是一件很安逸的事 你可以去做这个空调歇一下 但是我们就会在里面的纸 mec 接着历史某里面的探索 这样的装置 他平几格当然都会在路上 然后可以带路来 地方或去的画面 有一家装置 再做这家装置 这一家装置 就算了 不远处有一家小咖啡厅 卖着冷饮和小吃 新年月结束 最后要推荐的就是 极具异域风情的哈芝巷和阿拉伯街了 里面的shop house都被装饰的五颜六色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cuisines 还有风格不一的咖啡店 小吃 而走向阿拉伯街的同时 吴蔡巴南的地毯和婉拒映入眼帘 就让人一秒进入了中东世界 那边还有新加坡著名的土耳其餐馆一条街 我一直没有试过 不知道事故的朋友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周末还能玩得愉快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